第321张午夜凶灵卡 不对 赵放突然摇头 手掌一翻 一张印有僵尸图案的腰衣卡片 出现在赵放手中 物品午夜凶灵卡等皆 未知介绍传说中 能操控来自午夜的凶魔 我去介绍好随意啊 敢不敢再多透露一点 赵放目光微动 确实看向了万寿山主 你你想干什么 万寿山主早就清醒 且亲眼看到 阴阳书院院长 是阴宗老者 无欢骨女子的凄惨遭遇 因此 在赵放看来之际 顿时吓得食王魂肩帽 嘿嘿 配合一下 赵放大手一抓 直接将念露绝望的万寿山主 丢入棺材中 很快 棺材带飞起 万寿山主的绿毛僵尸 从其中跳了出来 赵放目光微动间 那四五夜凶灵卡 半剑爆碎的卡片 化作一团亲戚 涌入绿毛僵尸体内 绿毛僵尸身体颤抖起来 面露痛苦之色 但很快 绿毛僵尸平静下来 调转方向 静静看着赵放 在那一刹 赵放心中有了一种感觉 好像他与这绿毛僵尸之间 有了一层联系般 那种感觉 就像收服灵兽之后的感觉 赵放目光微动 伸手指向在蚕丝兵网 疯狂挣扎的天青牛莽 低喝道杀了他 绿毛僵尸一眼中 顿时闪过诡异鸿芒 转身之际 却是直奔那天青牛莽而去 在快要靠近之时 一拳轰出 直接将天青牛莽的脑袋打爆 叮 恭喜玩家赵放 斩杀八阶初期Bus天青牛莽 获得十一点经验值 一一点真理值 一亿神技术练度 恭喜玩家赵放 获得神兽天青牛胶血脉 希伯 恭喜玩家赵放 获得八阶水系兽和 空杀天青牛莽后 绿毛僵尸身形移动 再度出现在赵放身前 此刻赵放眼中 却是充满了惊喜 哈哈 捡到宝了 捡到宝了 赵放怎么也没想到 诗音宗老者身上 竟然还有这种宝物 不过 此物需要五叶兄灵卡 才能控制 而五叶兄灵卡的爆率极低 不可能像收服零售般 大批量的收服绿毛僵尸 因为 就算催生出来 没有足够的五叶兄灵卡 他也无法控制住 就是不知道 此时能不能催生僵尸 讲到就做 这是赵放的一个优点 他抓起一具死尸 丢入棺材内 令他惊喜的是 此时也能催生出僵尸 只是 此时催生的僵尸等级 比起活人催生出的 要弱许多 不过 赵放可不管这些 这些将是催生的僵尸 他本来就不打算使用 都太弱了 他只是用它们来刷五叶兄灵卡 五叶兄灵卡爆率极低 在轰杀了二十多头僵尸后 赵放也只是收获到了一张 聊胜于无 不过 现在的当务之急 还是先平复这场战乱 将五叶兄灵卡 以及那口诡异棺材收起 照放目光一闪间 带着惨宝宝 火灵金蟒 冲向周灵王所在范围 在雾兽天赋神通的加持下 六大势力的人马 根本无法截阵厮杀 只能在白雾中被动于 幻化的雾兽战斗 结果可想而知 在无穷无尽的雾兽大军冲击下 六大势力死伤惨重 当然 雾兽也付出不小代价 连带着 本体也受到不小的创伤 白雾渐渐收拢 可当白雾缓缓消散 露出那满山遍野的尸体时 刚逃到不远山峰上的原力 看到这一幕 确实倒吸了一口冷气 幸亏我见鸡早 若是参与到这场厮杀之中 我的这些家底 恐怕会在瞬间陪光 原力庆幸不已 但同时 也有些惋惜周灵王 原本还有一线生机的 偏偏听那个小子的话 现在的你 估计已经化作种中枯骨了吧 但随着他话音刚落 其目光骤然一鸣 在其目光所及之处 隐约能看到一道身影 正不断指挥着身旁士族战斗搏杀 那人 正是周灵王 怎么可能 他怎么还活着 原力极为震惊 但等让他震惊的 还在后面 四大军团的数量 并没有减掉多少 反倒是六大势力的人马 折损严重 怎么会这样 原力瞪大双眼 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而此刻 六大势力残余人马 都被打怕 即便你武器散去 却也不敢再与四大军团交手 纷纷四散而逃 四大军团休息片刻 便开始收刮战利品 这一幕 顿时看得原力艳羡不已 他想回去 但当因迈步 便看到赵放从远处急迟而来 在他身边 还有两头令他极为精具的灵兽 八街初七 八街中七 原力目瞪口呆的同时 肠子都毁清了 特么 早知道这家伙有这种底牌 就算打死劳资 劳资也不会撤啊 但现在 已经于事无补 原力只能带着满腔的别门 与悔恨 在无人注视下 悄然消失在藏兵谷中 怎么样 赵放飞过来 看向周灵王问道 周灵王看到周放身旁的两头八街灵兽 面上宫镜之色更浓 不光是他 四大军团中人 此刻对待赵放 也如周灵王这般 回主宫 我军斩首五万 四大军团死伤两千 赵放皱了皱眉 哪怕两千的死伤 换来五万的斩首 也没有让他有多少喜色 毕竟 四大军团整体也就两万人马 一次性死了十分之一 已然属于重创了 伤亡 还是太重了 我这里有一些疗伤的丹药 你等一下发给弟兄们 一定要把受伤的给救回来 赵放帝给周灵王一个储物界 里面大都是他在雪域帝国地下宫殿中搜刮而来的丹药 是 周灵王恭敬点头 另外 把这些尸体 全部收入储物界中 我有大用 对于赵放这个古怪的要求 周灵王没有丝毫意义 转身之际 便吩咐四大军团众人 开始执行 赵放刚要坐下休息 突然而变成传来一阵阵灵兽嘶吼声 不远处山谷中 走出一大群灵兽 这是怎么回事 赵放挑眉问道 是万寿山的灵兽 操控灵兽的人 被杀了之后 这些灵兽 就变成了无头苍蝇 到处乱窜 与西说道 我 赵放微微眯眼 看了片刻 突然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金蟒 小云 跟我来 看小爷如何收服这群无主灵兽 第322章大丰收 赵放离开的时间 并不长 只是过了半天 确实只带着两头灵兽的他 伟赖 却是带着一大群 你 你把他们都收服了 与西看到这一幕 顾不得伤势 连忙做起 以一副极为震惊的表情 看着赵放问道 是啊 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说 跟着我 以后可以吃香的喝辣的 甚至还有母兽 后 他们就跟来咯 与西无语 翻了一个白眼 他知道赵放这是在胡扯 如果收服灵兽 真有这么容易的话 那些玉兽的宗门 估计早就称霸天下了 你这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吗 嘿嘿 你的伤势怎么样 辞不了 不过 半个月是不能布置灵阵了 那你好好休养 有什么需要 尽管开口 我一定尽量在生理 以及心理上满足你 滚蛋 或许是因为占了大便宜的缘故 照放此刻的心情 完全可以用六个字来形容 透心凉 心飞扬 整个人由内而外的散发出一股骚气 简直骚气冲天 咱们老百姓啊 金格真高兴 万寿山珍是小爷的福地 居然一下子给小爷送来了五千多头战宠 虽说大都是四五阶 但如此数量的战宠 来日团战黄金神牛时 也是不小的助力 照放目光闪动 眼中透着浓浓的期待 这五千多灵兽 收服起来 并不怎么麻烦 因为之前被人收服过的缘故 对于再次被收服 他们的抗拒心理并不大 尤其是在残宝宝 以及火灵金网八阶灵兽的气势压迫下 没有几个灵兽愿意违逆 都心甘情愿臣服照放 当然 这也是因为这群灵兽等级低 若他们都是由六阶灵兽组成 别说两头八阶灵兽 就算是三头四头 估计也镇不住 除非是八阶后期灵兽 战场的清扫工作 足足进行了半日 才清扫完毕 做完这一切后 赵放带着周灵王大军 前往距离藏兵谷200里外的一处山坡驻扎 那块地方 是赵放赶来之际 无意发现的 此间灵兽并不多 很适合大军驻扎 对于赵放的命令 周灵王从来不会抗拒 原地休息片刻后 大军再度开拔 离开了这个 险些让他们全军覆没的山谷 七天后 藏兵谷中 陡然多出了四五道身穿轻衣的身影 为首之人 是一名二师许岁 身材修长 无恙俊俏的女子 女子的眉心 有着八片环绕成圆形的树叶 那树叶极为神异 散发着金绿光芒 其上更是透着浓浓的生机 使人忍不住想要与之亲近 只是 那女子神色极为冰冷 浑身上下 更是透着一股巨人鱼千里之外的冷漠 大战结束起码有三天 空气中的血腥味道 已然有些减弱 不过 能此地能聚拢如此多的血腥气息 当日的战斗 少说 也有十万人声誉 说话间 那尾首女子转身 看向身后一个眉心有着七夜的男子 木屋 让你调查的事情 查得怎么样了 木屋脸上露出一丝古怪 有什么话 直接说 别吞吞吐吐的 冰冷女子皱眉说道 我去了大区之森湖心小岛 小岛已然消失 不过 我利用族中秘书 沟通小岛附近的林木 却是得到一个消息 斩杀黄金蛮牛之人 并不是血域帝国中人 也不属于其他势力 而是一个刚进入武行虚界 没多久的武帝 武帝 你确定 冰冷女子骤然回头 盯着木屋问道 起初我也不信 黄金蛮牛是七阶后七零兽 加上体内流淌着神牛血脉 也说是武帝 就算是普通武圣 也无法击杀 但经过我多方调查发现 那家伙当时的修为 的确是武帝 木屋苦笑 也是被自己这番调查给惊住了 能以武帝之身 斩杀堪比武圣的黄金蓝牛 这种本事 就算是族内 也没有几人能够做到武帝 冰冷女子喃喃自语 神色极为亚裔 既然是武帝 那她最后 怎么逃过黄金神牛的追杀 以武帝之躯 斩杀堪比武圣的黄金蓝牛 虽然有些难度 但只要战术完备 也能将其灭杀 但以武帝之躯 却能逃过神兽的追杀 这就不是有点难度了 而是毫无希望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一切阴谋诡计 都是虚妄 点 然而 那个叫招放的家伙 偏偏做到了 这如何不让他们心惊 这个没调查到 不过 根据大虚之森一些古术反馈 当日 他们除了感受到 两大神受毁天灭地的气息外 还感受到 一股微弱的空间波动 难道 这个叫招放的家伙 还是一名空间能力者 冰冷女子眼中的古怪之色 更浓了 她后来 前往血域帝国 击杀了七皇子血无痕 之后 黄金神牛驾临血域 直接吐灭了血域帝国 再后来 她又动用了空间能力 来到了藏兵谷 冰冷女子细细听完这些 随后 目光看向藏兵谷一处参天古墓 她来到古墓前 向着古墓攻进一礼 而后咬破手指 流出一滴绿色鲜血 滴在古墓上 古墓瞬间变得更加清脆 暴盛 充满了升级 同时间 古墓树也抖动间 一幕幕虚幻之影 在其上交织 仔细看去 那些虚幻之影 正是当日照放力战六大势力的画面 是她 她果然来到这里 目无叫道 这家伙 简直就是一个战争狂人 走到那里 都能带来灾难 看着虚幻之音闪过的一道道 厮杀的画面 目无感慨道 那六人你知道吗 冰冷女子指着虚幻之影中闪过的六人问道 好像是雪域帝国附近 六个准七等势力的宗主 都有着一心无盛的修为 目无说道 你确定 之前斩杀黄金蛮牛的人是叫赵放 他当时的修为 只是一心武帝 坚真万确啊 我反复核对过的 怎么了 目无不解问道 雷什么 冰冷女子摇头 目光确实微微闪烁了下 带画面全部放完 目无问道 冰亲 你接下来打算再怎么做 传讯回族 等待族内命令 冰冷女子说道 第323章目族的邀请 近日的目周 出现了一件奇怪且诡异的事 一些八等势力 乃至于准七等势力的宗主级人物 全都无缘无故的消失 这些人 大都拥有着五帝后期 乃至于半生的修为 却在闭关苦修之中 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闭关之处 看不出有打斗的痕迹 不像是被人所杀 倒像是自行离开 而这些消失的人 均拥有着六星武帝以上的修为 原本一些门派认为 这只是特例事件 但当六星武帝消失的风波 泥漫了血域帝国方圆百万里后 众人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更严重的是 纳幕后大手 似乎并未有停止的意思 六星武帝的消失 还在持续上演 一时间 各大宗门人心惶惶 有些宗门则是直接开启锁山大阵 断绝与外界的联系 更有一些宗门 直接便离开了五星区界 比如 天河剑派 原本赵放打算把天河剑派一锅端 顺便把天河七剑收回 要知道 这七剑组合 可是能被换出一亿至孙必 却没想到 大老远跑来一趟 居然扑了空 特么 跑得倒是挺快 不过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妙 小爷早晚会跟你们算个总账 赵放极度不爽 将与天河剑派毗邻的几个八等宗门老祖籍人物 全部催化成僵尸后 心中的郁闷才算略微缓和 算起来 这十多日 我扫荡的五帝 唯有一百也有八十 基本上都是七星五帝以上 赵放盘算着最近的收获 从死去的五万名尸体刷出了近一千五页凶灵卡 现在用了十分之一 我要趁着这段时间 将剩余的九百空缺填满 七星五帝 一旦催化成绿毛僵尸 立刻摇身变成一星五圣 而赵放的目标 就是打造一支僵尸军团 千名五圣级别的绿毛僵尸 就算一下子不能把黄金神牛肝趴下 也够让他喝一壶的 嘿嘿 赵放冷笑 起出那种不可力敌 无法撼动的心思 随着他准备的越发充足 这种心思 也在不知不觉间 淡化许多 开弓 赵放身形一动 再度消失在原地 雪域帝国方圆百万里 有着数千个势力 将这些势力全部扫荡一遍后 赵放又去了雪域帝国境外势力中扫荡 伴随着手法越来越熟练 赵放催化绿毛僵尸的速度 也是越来越快 但凡碰到七星五帝 他总是二话不说 直接拿棺材砸 往往在对方还没反应过来时 就被棺材罩住 在此出来时 就已经成为了绿毛僵尸 如此高效率的作业下 二十天的光景 赵放活动的范围 扩大到了方圆千万里 也心亏他有穿云缩 不然他也不可能在如此大距离中 快速穿梭 二十天内 一千多午夜凶鸣卡消耗无几 望着那密密麻麻 浑身散发着 圣人诡异气息的绿毛僵尸团 赵放咧嘴笑了起来 笑得很是开怀 哈哈 黄金神牛 劳资给你准备了一份厚礼 你安心等着受死吧 滴滴 这时 赵放腰尖悬着的一枚玉符 突然亮了起来 嗯 传音符 雨西找我 这传音符 是她离开前 退役花费了二十万只尊币 被还出来的 顾名思义 她的作用 也就是唯一作用 那就是传递信息 只要不超过一定范围内 她都能传递过来 若非雨西坚决要求了解赵放位置所在 赵放也不舍得 花二十万只尊币 买这样一个鸡肋辅助 默西默西 雨西小妹妹 一月不见 是不是对我甚是思念啊 赵放打开传音符 说道 说完 她立刻发现 对面是死鸡一般的安静 难道出事了 赵放脸色一变 脚步一踏尖 就要离开 有人找你 速回 雨西的声音 从传音符的另一方传出 接着 不等赵放再询问 雨西单方面切断联系 我去 什么回事 感觉雨西说话口气怪怪的 我哪里招惹到她了 还有 她说有人找我 会是什么人找我 我记得 在这五行虚界中 没认识几个人啊 赵放摸着下巴 百思不得其解 算了 不想了 回去就知道了 说话间 赵放踏着穿云缩 身形一晃间 眨眼消失 与此同时 霸军营地 雨西的军杖内 此刻的军杖中 不单只有雨西一人 周灵王也在这里 却是恭敬站在雨西身后 一副保护的姿态 在雨西对面 有着六人 三男三女 其中为首之人 是一个面色冰冷 身穿轻衣的女子 此刻 那女子正一脸古怪 看着雨西 不光她 她身后几人 看向雨西的表情 一时透着几分古怪之色 雨西面无表情 一言不发 心中却是把赵放 骂了一个狗血淋头 该死的赵放 什么时候贫嘴不好 偏在这个节骨眼上 还被木族这群家伙听到 这让我还有什么脸面见人 肠上的气氛 极为尴尬 磕磕 为木族的朋友 我家主公稍后就会赶回 还请诸位先回去吧 她回来之后 我们必定成名贵族的意愿 周灵王说道 那冰冷女子文言 确实摇头 此次我们一定要见到她 见周灵王还要开口 那女子缓缓道 既然贵主公一时片刻赶不回来 那我们就在这里等她 反正也不急于一时 这个要求 相信周大帅不会拒绝吧 周灵王干咳 话被对方说死 哪怕她确实不喜欢对方留下 但是已至此 却也只能点头 随后 她吩咐手下将军 待木族族人离开 待掌棚内置 剩下她与羽西二人时 周灵王连忙道 主母 不能让主公去木族 为何 羽西不解 她虽是第一次见木族族人 却对这个浑身充斥着祥和气息 散发浓郁生机的种族 充满好感 想不明白 为何周灵王会拒绝这件事 木族 并无传言中那么与人友善 据属下这么些年来 在武行虚界的了解 这个种族 对于外来人的仇视 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他们邀请主公前往木族 定然是有所图谋 说句大不尽的话 以主公目前的实力 远非木族对手 若他们心怀不轨 主公此去 无异于羊入虎口 第324章木冰青 四天后 赵放赶回营地 当他的身影 当出现在营地上方 就被营地中的强者发现 并禀报给了周灵王 周灵王在与西的带领下 同木族六人 一同走了出来 在赵放落下的刹那 四周的将士 纷纷担惜跪地 口中大喝道 主公 生如潮水 响若奔雷 却又夹杂着排山倒海之势 那战役宣废之际 却是透着浓浓的煞气 煞气 并不是冲着赵放去的 只是单纯的展现 但落在木族等人眼中 却变成周灵王军队 在向他们示威 哼 木族族人 当即就与有人不遇冷哼 倒是为首的冰冷女子 却实面无表情 这是 在与与西打过招呼后 赵放看向冰冷女子 木族 木冰青 木族 木无 木族 六人纷纷说道 木族 听到这个字眼 赵放眉头微挑 他已然不是刚进入武行虚界时的那个雏鸟 在其杀戮不断的这些日子里 木族内的势力详情 他已然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 木族 纵横一万里 内中势力多如横沙 这些势力分为两种 一位外来势力 如雪玉帝国 天河剑派等等 都是从外面世界进驻武行虚界 本身不属于这里的势力 这种势力多如牛毛 掌管着木舟五分之二的地狱 第二种 就是本土势力 与数不胜数的外界势力相比 本土势力 则就略显单调寂寞了 因为 本土势力 只有一个 那就是眼前的木族 木舟 就是因为有木族存在 才称之为木舟 在以前 哪怕是现在 木族之人 才是木舟真正的主人 照放来到武行虚界许久 却从未见过木族族人 却不曾想 会在这里 以这种方式相见 不过 因为资源以及地盘的缘故 木族与外界势力 向来事事如水火 他们之间 除了私斗 从未有过交集 但今日 木族却亲自找上门来了 这让赵放产生一丝好奇 我叫赵放 你们应该知道了 不知道列位木族使者 找我有何贵干 赵放心念闪烁间 眨眼便恢复平复 淡淡道 我族长辈 对赵兄在大须之孙所做之事 颇为好奇 退役令我等前来相邀 请赵兄做客木族 木冰青说道 啥 好感 周灵王第一次怀疑自己的耳朵 是不是听差了 一向恨不得将外来势力全灭的木族 居然也会对外来人 有好感 这特么不是老鼠给猫当伴娘吗 家扯淡啊 大须之孙 赵放一正 笑道 大须之孙 我说了好些事情 但不知 贵族指的是哪一件 斩杀黄金蓝牛 听到这话 赵放目光微微一咪 轻笑道 木族与黄金身牛有救戏 嗯 木冰青冰冷的脸上 闪过一丝惊讶 见状 赵放脸上笑容更浓 这小牛估计是从来没给外人打过交道 居然这么快就露底了 呵呵 赵放多谢木族前辈台爱 不过 我这边有要事在身 恐怕无法前往木族 还请见谅 虽然看木族这架势 不像是来与他为难 但他却并不想与这种古族扯上什么关系 以木族之底蕴 必然有五神级别强者坐镇 自己身上秘密太多 若被发现 定然会惹来一些麻烦 那种被神级强者压制的毫无反手之力的感觉 他已经体会过了 不想再去尝试第二次 对于赵放的拒绝 冰冷女子木冰青 像是早有预料 道 你难道 想一辈子被黄金神牛追杀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木族 木族承诺可以保你平安 此言一出 木族其余五人 周灵王等人 均是露出一副痴心之色 别说他们 就连正主照放 也被说得一愣一愣的 我去 这什么神展开 一言不合怎么还招揽上了 你们能帮我杀掉黄金神牛 木冰青缓缓摇头 神牛并不是那么好杀的 不过 我木族也曾有过这种想法 照放沉默 思索了片刻 我可以前往木族 但有个要求 我要带着这些人 照放指着周灵王的四个军团 他之所以改变想法 完全是因为木冰青的话 木族既然有意想要杀黄金神牛 这对照放而言 可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他大可利用这次机会 让木族强者与神牛厮杀 自己则用最小的代价 斩杀神牛 不过 木族虽然不常与外界打交道 但不代表他们是傻子 这种近乎一银的战术 想要施行起来 极为不易 所以照放打算进入木族 亲眼看看 木族族人 对此事的态度 至于前往木族可能会遇到的危险 照放也考虑到了 所以他要求带着两万大军 尽管这些兵力 对于底蕴身后的木族而言 根本就是九牛一毛 但真要撕破脸皮 照放也会以此告诉他们 自己特么不是好惹的 木冰青看也不看 点了点头 可以随你前往 但不能进入我族领地 允许驻扎在我族领地对面的山谷中 照放略一思索 便同意了 双方达成共识 预定明日离开 随后 木冰青等人 便告辞而去 主公 您不该答应他们前往木族的 木族之人 对外人极为排斥 且没有好感 我们这样闯进去 无异于羊入虎口啊 木冰青等人刚一走 周灵王便连忙劝道 你被木族坑过 周灵王摇了摇头 你朋友被木族坑过 周灵王再度摇头 你朋友的朋友 被木族坑过 周灵王认真思考了下 还是缓缓摇头 小周啊 忠心是好事 但有些事情 不能光听传闻 以讹传讹 正所谓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照放拍了拍周灵王肩膀说道 周灵王一脸的惭愧 单膝跪下 主公说的是 在下受教了 不过 你提醒的也是 这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木族坑坑大族 比喻深厚 若真要对我不利 那此次必定是龙坛虎穴 所以 到时候 我的安全 还是需要你来守护 定不如使命 周灵王声音坚定 第325章古术遮天 第二天一早 大军开拔 在木兵卿的带领下 向着木族挺进 两日后 大军在一出绝壁大峡谷内停下 赵兄 就让他们驻扎于此巴 木兵卿道 照放点了点头 嘱咐了周灵王一番 便摆着雨昕 随木兵卿离开 你曾说 峡谷的对面 就是木族 但这峡谷对面 明明是悬崖 照放来到峡谷尽头 看着脚下深不见底的悬崖 不解的问道 不是悬崖 这里被一座大军大阵所覆盖 你看到的 都是假象 木兵卿还未开口 一旁的雨昕 轻声说道 他的话 令木兵卿神色震动 颇为吃惊的看着雨昕 尤其是盯着对方眼中 那一闪而逝的金芒 眼中露出若有所思之色 木族藏身大阵 在整个木舟 除了木族族人外 还没有几人知道 雨昕一眼看穿 并点破此大真奥秘 自然令木兵卿等人吃惊不已 照放看了木兵卿等人一眼 从他们的表情中便猜到 雨昕说中了 果然 你的眼光很犀利 一眼就看穿我木族大阵 这在我木族历史上 还是头一遭 木兵卿深吸一口气 认真的看着雨昕说道 此刻 他已然将这个 只有五帝修为的女子 当成同辈中人 虽然雨昕修为很弱 但他总感觉 这个柔柔弱弱的女子身上 有着一股不寻常的力量 尤其是经过刚才的事情 更让他对眼前柔弱女子 多了几分敬佩之意 你们退后 我要从大阵中 打开一道门户 木兵卿说着之际 他身后几人 连忙退后 照放二人见状 一跟着退后 但目光 却是紧紧盯着木兵卿 尤其是雨昕 他虽看出眼前大阵奥秘 但却无法开启大阵 他要趁此观摩 看木兵卿如何开阵 这对他的阵法研究 也有一定的好处 木兵卿站在悬崖边 而后一点眉心 眉心中的八片树叶 飞速旋转 很快在其眉心 形成一团漩涡 随着漩涡凝聚 原本虚无的空间中 朵然出现了一座充满 绿翼的大阵 这大阵出现的实在诡异 却实在无声无息间 就笼罩住了方圆数十万里 看得照放 也是极为吃惊 在绿翼大阵出现之际 木兵卿眉心的七夜漩涡 轰然照向绿翼大阵 轰隆 在七夜漩涡与绿翼大阵 接触之时 大阵发出一道轰隆之声 其上 却是出现了一道 仗许高的木门 木门开启的刹那 有浓浓生机从里面透出 其中 还夹杂着苍茫自然的味道 使人在感受到的瞬间 有种回归母亲怀抱的感觉 木门之后的世界 就是木族所在吗 照放微微眯眼 眼中充满了好奇 不光是他 就连雨昕 也是微微抬眸 凌视着木门深处 走吧 木兵卿转身 脸色苍白 冲着照放二人说道 看得出来 为了开启此阵 对他消耗极为巨大 随后 照放扫了一眼木屋等人 又看了木兵卿一眼 心中隐隐有了几分猜测 莫非 木族的户族大阵 只有达到八叶的族人 才能自行打开 带着这个猜测 照放在木屋等人 踏步进入木门的瞬间 也跟着进去 随着众人全部进入后 木门光芒一闪 骤然消失 同时消失的 还有笼罩着方圆数十万里的绿意大阵 在踏入木门的瞬间 照放感觉 自己好像来到另一个天地 这片天地中 充斥着绿山绿水 绿色的天才地堡 以及绿色的灵兽 就好像 在这片天地中 绿色 才是永恒的基调 照放颇为震惊地打量着四周 如同一个香巴佬 第一次见识大事面一样 木屋身后两个木族男子 看到这一幕 嘴角顿时露出嘲讽的笑容 相比起照放 与希泽比较含蓄 神色到没有多少震惊 只是平淡地看向四周 他的这幅从容镇定 荣辱不惊 让暗自打量他的木冰青 越发敬佩起来 好浓郁的天地灵气 比起外界 还要浓郁上数倍 难道是聚灵阵的缘故 照放深吸一口气 顿有无数灵气用来 根本不用自己吐纳 这么浓郁的灵气 照放还是第一次见到 不是阵法 我在这里 看到一丝木之本源的气息 正是这股本源 赋予了木族如此浓郁的天地灵气 以及充满生机的环境 宇熙摇了摇头 本源 这是什么鬼 照放不解 然而 他却看到 走在前面的木冰青等人 却是同时回头 一副见鬼的表情 看着宇熙 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之色 宇熙皱眉 此刻也发现 自己过于张扬了 随后 他很少开口 但这并不影响 木冰青等人 看向他时 投来的震惊 复杂的目光 没走多久 照放便看到不远处的天穷 有着一株高大参天 欲要笔尖日月的巨树 巨树枝繁燕貌 这笔星空 笼罩在整个木族森林上空 在那些枝叶中 隐约有金银绿芒闪烁 宛如一粒粒金银的烛火 闪闪发光 给遥远民航的人回家的希望 在巨树之下 有着一座大城 大城依数而见 庞大无比 宛如一个巨型灵兽 在照放等人 来到城下之时 才默然发现 城池高约数百丈 却没有城门 你们平时都是飞上去的吗 照放来了一丝兴趣 清木城上方 是进空区域 任何人 包括五圣 都无法飞行 木兵青道 那你们是怎么进去的 你很快就知道了 木兵青神秘一笑 说话之际 木五走到前方 一点眉心 其眉心七叶印记 陡然放光 且凝成光束 冲销而上 与此同时 木兵陈鹤道 我是木兵 现在回城 紧降下通道 收到 据书中传出一道平淡声音 纳树活着 照放瞪眼 极为震惊 但很快 奇异的一幕发生了 大城内的参天古墓 在木兵七叶印记 打在城墙上后 其只干 却是摆动起来 紧接着 万千只干扭动之际 却是彼此交缠在一起 化作一道之桥 一直扑到木兵身前 第326章 与西的身份 我去 城会晚啊 赵放眼中一亮 赞道 难怪没有城门 原来是有一栋电梯 走吧 木兵青说话之际 便踩在那只桥之上 赵放紧随其后 踩在其上 赵放丝毫没有感受到任何松软脆弱的痕迹 脚下反而极为坚硬 宛如踏在大地之上 全部上了之桥后 之桥再度升起 一栋间 却是向着城内闪烁而去 站在枝桥之上 俯视脚下 城中的一切 进阶呈现眼前 在赵放看向脚下的同时 城中无数木族族人 也在仰头看他 打亮这个外族之人 一栋电梯在城中一座大殿前落下 赵放随木兵青等人 走了下来 大殿门口 聚集着不少木族族人 这些木族族人的眉心 大都有着六页七页印记 鲜少有达到八页者 见状 赵放眉头微微一皱 在来的路上 他已然了解到 如何判定木族族人的实力 八页印记 等同于外界的五圣强者 木族作为一个传承久远的种族 在赵放进入族内后 前前后后看到的族人中 却只看到木兵青一个八页 着实令他有些费解 那些木族族人 对于赵放这个外来者 显然极为好奇 只知点点 不知在说些什么 也有一些人 冷眼旁观 看向赵放之时 眼神极为漠然 木兵青带着赵放雨昕 进入一处大殿 你们在此稍等 我去禀告五长老 留下这句话 木兵青等人 便全部离开了 空旷的大殿之中 顿时只剩下赵放跟雨昕二人 因为是别人家的地盘 蓝宝会隐藏着一些其他窃听手段 两人并未交流 只是彼此相识一眼 露出一种近在不言中的表情 很快 一阵散乱的脚步声响起 早先离开的木兵青 却而复返 他离开时 带走五人 未来之际 同样带着五人 只是不同的是 离开的木兵等人 只是六夜七夜 而眼下出现的五人 在其眉心之上 却都有七夜印记 与木兵的七夜不同 眼前五人的七夜印记的颜色 更为深沉 其中还有两人 眉心已然出现八夜虚影 显然 要不了多久 就能真正跨入八夜之境 当然 最令照放惊讶的 还要五人为首的那名老狱 其眉心有着八夜印记 但那颜色 却是极为沉沉 显然已经达到八夜的巅峰 根本不是木兵青这种出入八夜之人 所能相比 但那老狱身上 却没有丝毫恐怖的威严散出 在被木兵青搀扶而来 步履蹒跚 一副形将就木的样子 但照放 却是没有丝毫小觑的意思 反而面色凝重 因为 他在那老狱身上 感受到一股鼻血欲老祖 还要强大十数倍的恐怖气息 在这股气息下 他感觉自己就像是暴风雨中的一夜扁舟 只要那老狱愿意 随时都能将自己倾覆 这种感觉 瞬间令照放神色大变 照兄 与希妹妹 这位是我木祖五长老 柳婆婆 来到近前后 木兵青为两人介绍到 晚辈照放 与希 见过柳婆婆前辈 两人连忙恭敬行礼 呵呵 听闻你斩杀了黄金蛮牛 今日一见 的确年轻有为啊 老狱出来后 目光在照放与希二人身上扫过 最终落在照放身上 笑呵呵说道 在柳婆婆目光之下 照放感觉 自己所有秘密 都好像在其面前无所遁形一般 心中震惊瞪 前辈谬赞 晚辈也只是力求生存 机缘巧合之下 才将蛮牛斩杀 照放谦虚道 呵呵 那从黄金神牛手下逃脱 也是机缘巧合楼 柳婆婆笑了 起来 但随即画风逆转 年轻人谦虚是件好事 但过度谦虚 就显得有些虚伪 这就是我目足 不喜欢与外界打交道的原因 照放无语 自己好不容易谦虚一次 还被人给训斥了 特么 要不是看在你时巅峰五胜 半只脚踏入神境 劳资搞不过你 你以为劳资会在你谦虚 照放心里骂娘 但表面 却是不动声色 以一副极为诚恳的语气说道 前辈教训的事 文言 柳婆婆点了点头 浑浊的目光 看向雨昔 听说 你精通正法 略懂 我在你身上 感受到一股特殊的气息 你不是人族 柳婆婆目光微明 突然说道 我也不清楚 只是脑海中 时不时涌出一些片段记忆 听到这话 柳婆婆眼中的凝重 加重了几分 传承记忆 看来 你果然不是人 我去 这话怎么听都像是在骂人呢 照放翻了个白眼 可否方便 让老婆子 看一下你的天赋神通 柳婆婆目光微眯 不知为何 会对雨昔产生如此浓厚兴趣 雨昔沉默 见状 柳婆婆轻叹 老婆子并无恶意 既然你不愿意 老婆子也不强求 前被误会了 只是 我的天赋能力 比较特殊 施展起来 有些麻烦 说话间 雨昔抬头 其秋水双眸 此刻 却映照着一种金黄色 柳婆婆一震 但在看到那黄金眸子的瞬间 却是心神一震 尘封了许久的记忆 恍如潮水般涌出 她大惊失色 失声道 黄金盛眼 这已然不是赵放第一次听说这个词了 早在面对魔女蛋台妙歌时 她便提过这个词 居然是消失了数千年的黄金盛眼 是那一族的人 柳婆婆喃喃自语 眼中 却是充满了震撼 显然 她看出了雨昔的身份来历 仅前被名言 雨昔散去黄金盛眼 极为恳切地看向柳婆婆 赵放亦是如此 她答应要帮雨昔找到族人 并送她安全返回族中 但起今为止 她连雨昔什么身份 家住哪里 都没搞清楚 就算想送 但这天地苍茫 何处才是他乡 柳婆婆神色复杂 似在犹豫 要不要告诉眼前的年轻人 前辈 晚辈独自一人 在外孤苦飘零 全因不知自己族人在何处 晚辈在外苦秘书在 却是毫无音讯 前辈既知 情节晚辈之祸 晚辈定当感激不尽 雨昔言辞恳切 柳婆婆望着雨昔 眼中的复杂之色更浓 玄吉悠悠叹道 罢了 当年我与你族 也有一些渊源 在此地碰到 也是缘分 既然你想知道 老婆子就告诉你 第327章 十大黄金古族 上古年间 万族共存 其中 又以十大黄金古族为尊 十大黄金古族 统侠万界疆域 曾是这片天地的主宰 但后来 人族固满 十大黄金古族的残暴统治 暗中联合其他种族 发起了上古年间的第一场浩劫大战 在那场大战后 十大黄金古族如彗星陨落 很快便淡忘在世人视线中 消散于天地之间 虽说人族大叔特殊 扬言剿灭了十大黄金古族 但老婆子知道 这不可能 十大黄金古族每一族都拥有逆天的能力 实力极强 很难杀死 就如你所在的黄金演义族 天赋能力便是破旺 能看破世界一切虚妄 无论是禁制还是阵法 亦或者是天地规则 都能一眼看穿 不过 当年一战的确惨烈 曾经高高在上的十大黄金古族 的确受到了重创 即便没有全灭 现在也只是苟延残喘 不负巅峰之帽 你若想寻找族人 可以到沙坡界看看 有婆婆话说到这里 却不再继续说了 听闻此言 穆冰卿却是极为震惊 她也是第一次听说十大黄金古族的传闻 那可是比他们墓族还要久远 还要尊贵的超级种族 却怎么也没想到 眼前这柔柔弱弱的少女 竟然是古族传人 同时 对于羽西来时的震撼表现 也略有些誓然 黄金盛眼 可看破一切虚妄 阵法 自然是瞒不过他们双眼 与此同时 照放的任务兰 却也因此有了一些变化 任务 故送羽西回家 任务目标 找到羽西所在的势力 将其平安护送回去 任务等级 SSS 任务提示 杀破戒 任务奖励 未知 点双引号点点 羽西沉默片刻 而后向着柳婆婆身诗一礼道 多谢前辈 嗯 你的身份 最好不要被外人得知 不然 他们会千方百计的得到你 剥夺你的天赋神通 柳婆婆说着之际 目光若有若无的瞟了照放一眼 还沉浸在任务有了提示 牺牲欢喜状态的照放 先是微微一愣 旋即 脸色就有些难看起来 特么 这老妖婆什么意思 挑拨离间啊 劳兹是那种人吗 特么 劳兹真是信错你了 若非实力与柳婆婆相差太大 照放必定会指着她的鼻子破空大骂 多谢柳婆婆提醒 不过 我相信她不会害我 羽西青笑道 神色已然恢复了平静 柳婆婆不可置否的一笑 并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因为刚才柳婆婆的挑拨离间 导致照放对这个老太婆 没有半点好感 心中生出几分离开之念 她与羽西相识一眼 而后说道 前辈若无吩咐 晚辈告辞 此行 也算颇有收获 首先是见识到了传说中的目足 满足心中那小小的好奇心 其次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得到关于羽西族人的消息 这对照放而言 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你就不想知道老婆子为何把你们叫到此处 柳婆婆含笑说道 他的话 让照放后退的脚步微微一顿 随即看向柳婆婆 人老了 注意力不集中 话题都跑偏了 好了 现在回归正题 说着之际 柳婆婆看向照放 小伙子 你斩杀黄金蛮牛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一株生长着鲜利的果树 看到了 对此 照放没有隐瞒 她隐瞒也没有用 柳婆婆既然会这样问 说明她早已知晓 你可知道 那株仙树来源何处 照放摇了摇头 心道 她来自哪里 跟小爷有半毛钱关系吗 她是我木族之物 柳婆婆一字一句说道 说话间 她脸上那和蔼平静的表情 彻底消失 取而代之的阴冷 是仇恨 千年前 那黄金蛮牛还是巴结黄金蛮牛之计 被仇家追杀 无意闯入木族区域 被我木族一位老祖救下 其后 便一直生活在木族 借助着木族内丰沛的天地灵气 她突破了灵兽的桎梏 一举踏入神兽之境 老祖本以为 蛮牛破入神牛 是为我族增添一大壁柱 却怎么也没想到 黄金蛮牛在踏入神兽境后 一改往日温顺面孔 大肆屠杀我木族族人 老祖与其交手 被其暗算 当场受了重伤 尽得其他族人 开启大阵 才抗衡助神牛 救下老祖 但神牛还是在离开之际 却挖走了我木族两大阵族仙术之一的枫梅仙术 之后 神牛顿入大须之森 在里面称霸一方 我木族族人 多次进入与神牛交战 想要抢回被挖走的枫梅仙术 结果却都是惨败而归 听到这里 赵方隐约猜到柳婆婆叫自己来此的用意 但却有些不确定 老祖德习族中宝物被抢 急火攻心 怀着极大的愧疚与悔恨 不久便离开了世界 这黄金神牛极为嚣张 不仅把我族枫梅仙术 种在他的老巢 还大肆培养出许多的紫术 黄金蓝牛所在小岛上的枫梅仙力 便是紫术的产物 哦 冒昧地打断一下 这跟您叫我们来 有什么关系吗 赵方实在受不了柳婆婆讲话不再重点地啰嗦 硬着头皮问道 年轻人 做事不要那么浮躁 要有耐心 柳婆婆不悦地看了赵方一眼 本想继续再说的她 却发现 经过赵方这一打岔 自己原本该说的词 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张了张嘴 最终冷哼一声 结束了讲故事时间 老婆子听闻 你精通空间傲益 所以请你过来 是希望 你能再去一次黄金蜃牛的老巢 不等柳婆婆说完 赵方连忙起身白手道 承蒙前辈抬爱 但晚辈不过失意武帝 上次侥幸能逃脱 已然是走了狗屎运 况且 那头畜生已然将晚辈恨之入骨 若是再度出现 她恐怕会第一时间控制空间 到时候 晚辈就算红运滔天 也是必死无疑 柳婆婆皱着眉头 我牧族请你帮忙 自然有所准备 你放心 牧族保你潜入黄金蜃牛老巢 平安无事 我们对你要求也不高 不惜记你能带回风雷先术 但也请不要留给黄金蜃牛 替我们了她 文言 照放苦笑的同时 心中却是按下决定 一定不能轻易得罪女人 这女人报复起来 比男人还疯狂 明明是本族正族先术 但为了报复 宁愿毁掉 也不愿意留给黄金神牛 要知道 那可不是一株普通的树 而是一株中天地灵秀 有着神鬼莫测之能的仙术 其珍贵程度 远超神器 第328章失败的合纵连横 宁愿毁掉仙术 也不留给黄金神牛 由此 也能看出 牧族族人 对黄金神牛恨意之浓 已然滔天 忽然 照放心中一动 前辈 风雷仙术乃天地其真 更是牧族正族宝物 如此毁掉 岂不可惜 晚辈有一两全其美之法 可保仙术平安回归牧族 哦 什么方法 柳婆婆神色一动 看向赵放 杀牛 简单的两个字 从赵放口中吐出 但却蕴含着一股滔天的煞气 柳婆婆一正 玄疾 其面色一尘 寒声道 这种办法如果可行 你觉得 我牧族还有必要 去毁掉风雷仙术吗 或许是真的动了怒 赵放感觉到 在柳婆婆幻音落下的同时 一股浓郁到极致的压迫 宛如重重山岳 破空压来 在刹那间 赵放有种喘不过气的感觉 但他 毕竟是承受过黄金神牛 九头子悬神师气势压迫的男人 又岂能会被这点气势压倒 他面无表情 平静地望着柳婆婆 赵放的表现 令柳婆婆眼中多了一丝亚色 亦有所指道 你能从黄金神牛手下逃脱 倒也不全是运气 全集 他话锋逆转 不过 黄金神牛已成气后 想要斩杀 却是千难万难 其中的凶险程度 比你潜入黄金神牛老巢 毁掉风雷仙术 还要危险无数倍 他没有多说 带话里话外透着的意思就是 你压这破注意完全是找死行为 还不如老婆子之前提议的 偷偷潜入的策略好 那前辈有没有想过 就算晚辈侥幸潜入黄金神牛老巢 又十分侥幸地毁掉风雷仙术 可若黄金神牛因此发狂 将雷霆之怒于墓足 墓足又该怎么办 赵放这话 令柳婆婆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那你的意思呢 杀牛 依旧是这两个字 但却透着一股千山难易的坚定 这份坚定 让柳婆婆颇为不解 你为何执着地想要杀掉黄金神牛 要知道 以你现在的修为 若与神牛交战 毫无胜算 你若想借着我墓足之手 铲除神牛 那老婆子可以很遗憾地告诉你 墓足宁愿永远损失一株仙朱 也不会与他交手 听到这话 赵放表面平静 心中却是暗暗摇头 墓足估计已经被黄金神牛打怕 连反击的勇气都没有了 事实上 也的确如此 千年前 墓足鼎盛之际 有九夜老族两人 八夜族人近百位 七夜族人上千 六夜五夜 更是数不胜数 可谓是风光无两 但花五百日红 人无千日好 自从黄金神牛踏足神兽行列 并挖走墓足阵心术后 愤怒的墓足上下 倾尽全族之力绞杀神牛 但最终 非但没有斩杀神牛 反而葬送了族内唯一的九夜老族 另一九夜老族 也因此受创 陷入无休止的沉睡之中 就连八夜族人 也是损失惨重 极致如今 墓足巅峰战力 只剩下不到二十名的八夜族人 这已然墓足的最后一点家底 如今墓足示威 归缩在防御大阵之中 除了休养生息之外 另一个打算 则是躲避黄金神牛的报复 毕竟 他们族中 已无能与神牛抗衡的九夜老族了 随着时间的流失 神牛实力越来越强 墓足族人已然断绝斩杀神牛的念头 但当年之耻 却让他们耿耿于怀 所以 才有了今日照放之行 前辈 晚辈不才 却曾历世 三月内 哪怕只有我一人 哪怕拼得行神俱灭 也要斩杀神牛 赵方淡笑 声音中 却透着一股泰山也不撼动的坚韧 柳婆婆深深看了一眼 赵方 片刻后 却是悠悠一叹 站起身来 小家伙有志 其实好事 但刚过一辙 明知不敌 却仍要杀敌 这不是勇气 而是愚蠢 当然 选择权在你手上 谁也无法阻拦你 最终 老婆子还是 祝你能够达成誓言 哪怕 这誓言 没有一点成功的可能 说完这话 柳婆婆却是 颇为遗憾的摇了摇头 不再多言 在其他四名族人的陪同下 离开了大殿 赵方面无表情 心中却是轻叹 原本还能拉上 木族这个强力盟友 但从柳婆婆的态度来看 却是有些奢望了 赵兄 若蒙不弃 你可以在木族内逗留几日 也可以在此地修炼 扮斩杀神牛之事 还请莫要在五长老面前 以及木族其他长老面前提及 穆冰青说到 虽说柳婆婆当时没有嘲笑赵方 但很明显 她的反应 就是最大的嘲笑 嘲笑赵方的不自量力 嘲笑赵方的狂妄自大 一个蝼姨也想撼动大象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点 对于这种嘲讽 赵方并不辩解 相比于辩解 她更喜欢 以行动来狠狠打脸 望着柳婆婆消失的背影 赵方轻轻叹息 她知道 此次双方短暂的会面 已不欢而散告终 多谢木姑娘收留 不过 我等有要事在身 就不在此时逗留了 烦请木姑娘送我们出去吧 赵方抬头 展颜笑道 好像刚才的一切 对她的心境 都没产生半点影响一般 木冰青看了一眼 微微汗手点头 赵方与雨昕二人 再度随木冰青离开 一如他们来的一样 但在刚出店门的刹那 却是有劲 风席向赵方 那速度太快 快到极致 赵方根本没有闪躲的机会 只能挥手抵挡 一道锋利的爪牙 贴着赵方手臂滑过 只听吃辣一声 其右手整条手臂衣衫 直接被撕碎 就连皮肤 也出现一道利爪流下的血痕 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木冰青始料未及 等她反应过来之际 赵方已然被伤 小灰 你干什么 木冰青看着不远处 一只体形瘦小灰色小猴 咳嗤到 吱吱鸭鸭鸭 灰色小猴不停地叫着 似乎在说些什么 哼 等一下照你算账 木冰青冷哼一声 连忙跑到赵方身旁 欠一道 是我管教不严 给你带来麻烦 你这手镯 说着之气 木冰青突然抓住 赵方右手的青色手镯 目光闪动 我这手镯怎么了 原本刚要动目的赵方 见木冰青这般反应 脑中突然想起仪式 压下怒火 耐心问道 第329张古顺的过去 我 我好像在哪见过 木冰青有些迟疑道 当真 赵方猛然抓住 木冰青的嫩手 急切问道 木冰青皱着眉头 你抓疼我了 啊 抱歉抱歉 我一时激动 赵方连忙松手 麻烦你帮忙回忆一下 是在哪里见过这个手镯 这对我很重要 赵方急切道 他能不急切吗 这手镯 可是破镜重圆的任务品 若非古顺要求他 一定戴在手上 可在一定距离内 感应到其妻子千本因所在 打死他也不会戴这么凉的东西 饶是如此 再戴起来后 他也是用一衫遮盖 外人很少能看出来 这也是此次突然被袭 手臂衣衫炸裂 才将此物显了出来 啊 我想起来了 我是在姑祖母那里见过一次 木冰青像是会想到了什么 突然大叫起来 姑祖母 嗯 就是小灰的主人 不会吧 照方面色古怪 看了眼不远处 正吱吱呀呀的小猴子 心道 难道 是这小子感应到了 才偷袭我的 你姑祖母叫什么名字 好像 好像名字带一个英字 木冰青道 英 千本英 照放目光闪动 忍不住都要狂笑几声 这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 柳暗花名又一村啊 请带我见你姑祖母 我有要事找她 照放看着木冰青说道 这个 木冰青面有迟疑 怎么了 是不是不方便 照放问道 也不是 主要是 姑祖母已经自封多年 连本族族人都很少见到 更别说外人了 我不确定 她会见你 木冰青道 照放略以成吟 取下手镯 递给木冰青道 反请将此物交给她 就说是故人之物 她看到此物 一定会明白的 木冰青接过手镯 点了点头 那你们就在这里等我 我去去就来 木冰青性子冰冷 但做事 却是风风火火 雷厉风行 说话间 人便已经离开 没事吧 雨夕看了眼 照放伤口 关切问道 小伤 只要能够找到 那位前辈 就算两条手臂 都被伤了 我也甘愿 照放咧嘴笑了 吱吱压呀 这时 那名为小灰的灵猴 见照放大笑 也有模有样的 模仿起来 那表情 顿时把一旁的 雨夕给逗落了 有那么好笑吗 照放满脸黑线 你不觉得 她模仿得很像吗 你这是在骂我的吧 我没这个意思 哎呀 我实在忍不住 让我再笑会 照放 灵猴小灰 灵性十足 尤其擅长模仿 用雨夕的话来说 那模仿起来 简直就是唯妙唯笑 期间 照放曾经以鉴定术 鉴定此猴 发现 此猴竟然是神兽幼崽 顿时被惊得不轻 同时 一个面头在脑海转忧 令他嘴角顿时 多了一丝无良味道 小猴子 来我这里 我这里可是有好多好吃的呢 什么仙桃啊 仙丽啊 母猴啊 那可是应有今有 照放纯纯善诱 想引小猴子过来 但小猴子却是贼精 就是不上当 那对小眼睛中 更是透着一股此狡猾的味道 特么 这哪里是灵兽啊 就算是人 也没这么滑溜吧 又骗无果 照放心中暗恨小猴子太精明 要不要用强 直接掳走 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 便被照放否定 小猴子虽只是期间后期 但速度之快 即便是照放 也自愧服儒 除非 他使用穿云梭 才有机会追上 不然 一切都是扯淡 只是 使用穿云梭去抓小猴子 这动静实在太大 闹不好会惊动木族高手 惹来事端 因此 这盘算了半天 照放也没想出一个好主意 但就在这时 穆冰青回来了 还带回了照放最想要的消息 姑祖母要见你 将来以任务为重的照放 不得不暂时放弃又拐小猴子的想法 跟着穆冰青 沿着一条略显古老的邻间小道 渐渐远离人群 向着后山走去 一路之上 照放询问了穆冰青 关于他姑祖母的事情 对此 穆冰青倒是没有隐瞒 姑祖母是天生的药灵圣体 简单来说 就是天生的炼丹师 只要稍微奴典力 成为神级炼丹师 也没有多大问题 这种体制 极为特殊 就算是我穆族之中 近千年 也只有姑祖母一人 姑祖母没有辜负族人厚望 在其眉心凝聚七夜之际 他便成为玄阶炼丹师 我穆族当时年轻辈第一炼丹师 为了炼制一种古丹 姑祖母不得不离开族内 前往外界 寻找炼丹材料 却在不经意间 与外界势力中的一个 名为古顺的男子 不期而遇 二人有过一段美好的邂逅 后来 两人坠入爱河 但很快 这件事被祖老得知 族人一向讨厌外人 不同意姑祖母与古顺相恋 再后来 古顺用诚意以及耐心 打动了祖老 祖老同意他们在一起 可好景不长 古顺在一次的采药中 被其毒所伤 想要解救 除非姑祖母舍弃药灵圣体 以血脉之力救治 姑祖母的父亲 也是墓族大长老 不想失去药灵圣体 把古顺丢在外面 任他自生自灭 但姑祖母却偷溜出去 最终以血脉之力救了古顺 而他本人 却也因此 成为了半废 惹得大长老极为震怒 古顺吸收了姑祖母血脉 拥有药灵圣体 成为墓族的供奉恋丹师 但古顺并不满意如此 他不时查阅古方 想要把药灵圣体 还给姑祖母 并进行了多次试验 结果 确实让姑祖母越来越虚弱 到了后来 大长老出手 直接将古顺轰出了墓族 古顺也曾恳求大长老 让他回去陪着姑祖母 大长老却是直接拒绝 听着墓冰青的讲述 照放难得的沉默 确实没有想到 格主纳和矮的面容下 竟还有如此曲折的过去 吱吱呀呀 这时有猴子的叫声 在前面响起 照放抬头看去 确实发现 不知不觉 自己竟来到一处瀑布群前 那之前曾把他击伤的灵猴小灰 正蹲在一块岩石上 向着照放招手 第三百三十张契机 知道了 就你跑得快行吧 穆冰青看着灵猴小灰 绝美帝容颜上 难得露出一丝笑容 看得照放一阵头晕目眩 暗叹 这冷冰冰的女子 若是突然展颜一笑 那画面 还是极美的 我们到了 穆冰青说道 到了 照放疑惑地看向四周 周围除了瀑布之外 就没有他物 连个房子都没有 小灰 这里是你家 就由你来带路吧 穆冰青看向小灰说道 吱吱呀呀 小灰叫了两声 冲着照放招了招手 紧接着 身形一动间 迅如奔雷 冲向一处瀑布 转眼便消失在瀑布后面 我去 这特么水帘洞呢 照放瞪大双眼 他微眠双眼 仔细看去 却是隐约看到 瀑布后面 似乎别有洞天 走吧 穆冰青身形一动 转瞬冲入瀑布内 照放雨与西二人 迅速跟上 只是眨眼间 三人便出现在瀑布之后 在瀑布后面 果然别有洞天 虽然只是一座山洞 但装饰的 却是极为轻忧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某个亭台楼阁 山洞内很是清幽 来放也极为简单普通 除了一些普通的日常用品外 便只有一尊丹卢比较惹眼 不过 那丹卢明显许久没有动用过了 上面已经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随我来 目冰青说着 带照放二人向山洞内走去 复行数十步 豁然开朗 一座椭圆形的大殿 出现在照放二人眼前 大殿的上方 镶嵌着几颗叶明珠 照亮着眼前 昏暗的环境 你们都出去吧 我跟这位小兄弟 单独聊聊 在照放打亮此间布局之际 一道略显疲惫的声音 自大殿深处响起 声音来自四面八方 让人猜不到说话之人所在方位 是 孤祖母 目冰青神色恭敬 带着雨昔离开了 你是古顺什么人 那疲惫声音再度问道 一师一友 照放回道 闻言 那声音沉默片刻 才缓缓道 他 可好 照放也知道 阁主过得好不好 便把自己与古顺交集的一幕幕 讲了出来 这些年 真是难为他了 那疲惫声音 再度悠悠说道 在幻音落下之际 一道光芒闪烁间 却是出现在照放眼前 光芒化作一名四十许岁 却少手白滑 面带皱纹的妇人 即便面容苍茫 但从脸部的轮廓来人 她在年轻之时 也是一个大美人 那妇人眉心有着八片树叶 其光芒深邃浓郁程度 比起照放之前见过的五长老 更为深邃 但她的双眼 却极为暗淡 眼中 透着一股沧桑 好像在岁月长河中 目睹了太多沧海桑田 目睹了太多悲欢离合 以至于 那沧桑之中 还凝乱着一股淡淡的悲哀 晚辈照放 见过千本英前辈 照放连忙功身行李 千本英 妇人楠楠 却是想到一些美好的回忆 嘴角露出幸福的微笑 她果然还是只愿意记得我这个名字 妇人看向照放 微微汗手道 不错 她这话说得极为笼统 连照放都不知道 她这不错 到底是指哪方面 我听冰青说了 她是无意间看到这枚手镯 看来 这是上天要让我来了断这段情缘 才把你送到我面前 照放沉默 静静听着 她的心意 我已知晓 你不辞辛苦 前来送信 这份恩情 我记住了 若有什么需要 能够你尽管开口 我若能做到 必不推辞 在妇人话音落下的同时 丁 恭喜玩家照放 完成破镜重圆任务 获得奖励 九阳坟天宫前三层 坟阳邻果 照放目光一眯 确实看向妇人 晚辈的确有要事相求 不知前辈能否做主 但说无妨 你要杀黄金神牛 听到照放的要求 妇人脸色微变 她沉思片刻 晚缓道 你有多大把握 三成 但若有牧族前辈相助 把握能有六成 我 妇人目光微亮 确定吗 对手可是一头神兽 极为强大 为了对付他 我族损失了一尊九夜老祖 数十八夜强者 前辈 看此物如何 照放并为正面回答 而是随手一挥间 山洞中 陡然多出一个绿毛僵尸 那绿毛僵尸腐一出现 顿有一股阴冷诡异的气息 在山洞内弥漫 即便是那妇人 在看到绿毛僵尸的瞬间 其瞳孔 一时微不可查地闪过一道精芒 二心五胜的僵尸 她喃喃自语 这种级别的僵尸 唯有近牵头 此言一出 妇人脸色俱变 声音都有些尖锐 牵头 照放含笑点头 之所以要透底 就是想通过眼前妇人 来震慑下巨傲的牧族 更是在提醒他们 自己可不是送死 而是有所准备 要让牧族正视自己后 再做决定 妇人深深看了眼照放 并未询问照放是如何做到的 她未必双目 片刻后 轻声道 我是牧族第四长老 牧春英 千本英是我当年有历史的化名 我以牧族第四长老的身份 可以为你抽调出五名牧族五胜 以及三千牧族精壮战士 这已经是我权力之内 能给你争取到最大的数字了 文言 照放略有些失望 只是几名五胜 对她而言 并不能起到多大作用 她真正看重的 还是整个牧族 你若想让整个牧族陪你封上一把 除非 你能说动 大长老 大长老 照放来的路上 听牧宾亲提过 牧族大长老 是牧春英的父亲 牧春英面露复杂之色 大长老是我的父亲 在族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只要他同意 整个牧族 便没有人拒绝 峰回路转 照放目光微亮 没想到原本已经放弃的念头 此刻居然又多出了几分希望 你若要见他 我可以为你推荐 不过 我父亲这个人 表面和善 但一旦涉及整个牧族之事 他就跟变了一个人 你到时 却要注意 牧春英说道 多谢前辈提醒 晚辈定会多加注意 照放说道